AudioJungle 在朝韩军事分界线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正式启动了 这是朝鲜和韩国从2015年年底以来首次举行高级别会谈 这次朝鲜和韩国派出的代表团阵容强大 韩国这边代表团团长是韩国统一部部长赵明君 朝鲜代表团团长是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这两位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谈判高手 比较有意思的是 双方派出的官员都是管国家统一的人 那这到底是谁统一谁呀 根据媒体的报道会谈的气氛也很好 甚至让多次参与采访朝韩会谈的资深记者都猛了 好得让人不敢相信简直是气氛最好的一次了 当然成果也不错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会谈结束 双方就发布了联合新闻公报 首先就是关于朝鲜向平昌东奥会派遣高级别代表团 民族奥委会代表团 体育代表团 啦啦队 艺术团 参观团 跆拳道示范团 其记者团 韩国这边会提供必要的方便 这里边有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 韩国媒体在报道关于朝韩代表团在冬奥会开幕式上共同入场 朝鲜派拉拉对参奥以及春节之际 居行离散家属团聚活动的新闻时 一开始写的都是朝鲜提议 朝鲜表示有意 然而当消息爆出没多久 韩国媒体就改口了 全变成韩国提议了 其实关于朝鲜和韩国在国际体育大赛开幕式上共同入场 历史上有过多次 比如说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开幕式就是朝韩首次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共同入场 两国运动员穿着统一的服装 共同举起朝鲜半岛旗 唱着团歌阿里郎入场 全世界的目光都被他们吸引了 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 朝鲜韩国共同入场 2004年雅典奥运开幕入场是朝鲜韩国共同入场 但是局作认为 以东奥会为袭击改善双边的关系当然是好事 可深层次的问题却不会受到影响 在接触的过程中 韩国强调了早日重启朝鲜半岛无核化对话的必要性 但是朝鲜并没有揭察谈论这个问题 而是在首轮会谈结束后 朝鲜代表团团长李善全发表声明说 朝鲜的所有武器包括原子弹 轻弹和洲际导弹都只针对美国 而不针对我们的兄弟韩国 中国和俄罗斯 朝鲜想表达的意思大概是 核问题不是韩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 咱俩谈没有用 还得美国出来表态才有用 咱还是继续谈谈体育吧 所有的武器都针对美国 真的能针对得了美国吗 万一原子弹完的原地爆炸了以后怎么办 会不会波及到中国 俄罗斯 不管怎么说 局作认为 这个表态还是值得鼓励的 就是说主观上不是针对周边国家的 可是 这会不会真的消除周边国家的担心呢 说到美国 特朗普昨天晚上和文在寅通了电话 文在寅估计是怕得罪特朗普 把特朗普惹急了 于是电话表白 说韩朝高级别对话的成果 得益于特朗普总统的坚定原则与合作 特朗普呢 表示在合适的时间和情况下 如果朝鲜愿意对话 美国将敞开对话大门 最近有美国媒体说 特朗普正在考虑对朝进行军事打击 特朗普在电话里还反击了美国媒体的假新闻 说是在韩朝进行对话期间 美国不会对朝鲜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俩人都认为这次朝韩会谈 有可能推动美朝对话 讨论半岛无核化 然而 特朗普所说的对朝军事行动 指的是真的开打 怕是不包括美韩军演 虽然美韩军演会在冬奥会期间暂停 但是有消息说 美韩军方 现在就在协调演习具体日期 要因演习预计将在4月1号开始 一直进行到5月30号 而关键决断呢 从4月18号开始进行演习预备阶段的危机管控训练 4月23号到5月4号是正式演习 看到这 咱们局座突然想起了一首歌 大约在冬季 估计朝鲜霸道这股热腹劲 也就能维持到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结束 4月开始危机将会再起 为什么 得了癌症靠吃指痛骗能行吗 只能缓解症状 无法根除病根儿 那么 要真想解决半岛问题 局座有三个锦囊妙计 清 关南断家务事 美国撤离不要再多管闲事 南北一家亲 打断骨头连着筋 实现祖国统一 彻底销毁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 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三条小伙伴们感觉能实现吗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区境通幽 慢慢来吧 走一步看一步 资料来源 新华社 环球网 央视新闻 澎湃新闻 朝中社 韩联社 韩民族日报等 汪七局做视频传送吗